不慌狂 可是第七他默默的最厉害 每次你看不到 他连你做好事他都在里面 所以你这个世间是你想肯定什么 你只要一肯定 为什么要讲 在我们修行当中不断的付出当中 你千万不要伸手伸脚去做稍肯定 为什么 一切法无知心 做过在这种对待因缘当中 我成就我如何相应实相的这位圣身功德 而不是在这个虚妄法当中伸手伸脚 执他有 执他高 执他低 所以真修行必须要尊重这个身份 所以当大家开始给你贴非常好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远离 远离 远离 因为你在不远离的时候你会养成习惯 所以说自己在人家肯定的时候 不要去掉进去 在人家火定的时候 应该视之为善知识 为什么 他顺道 他不顺心 苦 但顺你的道 所以当我们在处在这种环境里面 看到任何人 所以这里面就马上衍生出一个 当我自己能调腹的时候 我就能生什么 我乐于一切众生 成就比我好 这叫随喜 所以没慢心的人 相对来讲容易随喜 因为心活众生无差别 这时候慢慢你会发觉 就是说 凡众生所生过失 会觉得很想为他忏悔业障 凡众生有所功德 我皆由自内心毫无遮浅地 完全随喜 是不是 就像我们讲说 一切男皆我父 一切女皆我母 凡有众生得利益 那不就是你自己得利益吗 所以说有时候众生到底有没有做好做坏 当我对众生生嫉妒不能随喜 其实这主軸都是在于我们的慢心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所以一个人必须要慢慢这种调整 尤其是过去在那个藏传里面有一个故事 那个名字我忘了 他们就是认为他自己狠心 结果后来菩萨带他去看更广大的经典 更广大的智慧 慢行就相乎了 所以日本不是有一句话 就是说 那个我忘了 我没记下来 不过他的意思就是 道子的结的税 就是谷越充实 头越低 当你开始学得更广的时候 你越懂得谦虚 为什么 的确你没有高到哪里去 像有时候 像我们有时候当自以为是的时候 碰到什么 碰到生活小事的时候 会有一种死不上力 电停了 像我现在住的地方 有一个在漏水管 热水汽油洗下一个水管 他一个在喷水 那个孔很小就像被针刺到 一直喷 我就把水停掉 用那个 那个什么 瞬间胶用 这也没什么用 所以我在想说怎么弄它 你很厉害 你很厉害 放到这个 只有一天小孩就不来 这我就说 是不是 为了这一天我来去叫人来用 我们这个钱 又放了 义死自己的人 因为希望 那个钱用对地方 当然 这个小地方 如果自己会用 何必再麻烦 一个一出门就要钱了 对不对 你请人来 有时候都还没做好 我就要钱了 因为他出门就算了 可是这个要是会 自己换就好了 我现在是那个孔 有的地方接孔我没找到 要我就自己试看看 不过我怕是越弄越糟而已 对 像现在有时候 煮饭我们不会 对不对 会一点自己吃可以 煮给别人人家会受不了 好 这个不会 那个不会 你就说厉害 不厉害 这个你做了 不会 所以后来想一想 不是有人说 哎呀 你不是有一个故事吗 有人在坐船的时候 就讲说 你会不会这个 那你人生少了多少乐趣 你会不会这个 想来想去 都 那个 划船的 什么都没有 结果到最后那个 翻船的时候 他说你会不会游泳 你钱完了 你再大的功德碰到翻船 没用啊 你死了 是不是 一样的东西 所以一个人的智慧也高 就不是智慧也高 就是你越有觉性 你看到这种东西 其实你很自然去能享乎你的慢性 为什么 我们现在所得的这些东西 尤其是面对生死 其实都还不堪用 都还不堪 所以 把心境转出来 乐意见到任何一个众生 能随其功德 不但他有 甚至愿意扶持他 像我们说有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经常在看人 会看不大一样的 慢慢学会会看人 看不大一样 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人 能在不同的位置上 都能维持他那一个 一致的刀心 那一个人他能坚持下来 有时候我们看的是这一份心 这一份心最难 一下 在顺境里面 顺境里面修的 所得的善法 有时候比不过那一种 在逆境抹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 有些人 他一生就在这里 在这种比较苦的环境里面 但却有一种 就是说 他乐于处下众 却也欢喜扶持大众 那在这里这种情境里面 你会看到他 竟然没有那种 起伏之心 有时候看到 我们会觉得 赞叹 这个赞叹 绝对不是自己 略施小慧 不错不错 不是 因为那个是你做不到的 反而会有之内心去赞叹 好 我们接着来看 如等比丘 禅取之心 与道相为 事故因 疑因直指其心 当之禅取荡为其狂 路道之人 则无是处 事故如等 一当断心 以直指为本 这个有意思 我发觉我们禅取之心 很容易 我在自我观察的时候 像比如说 我就举一个例子 有一阵子在印度 那我们当然会 帮助求人 因为他到处都是 但我发觉 我们在帮助求人的时候 好像隐藏了一种 希望得到你的好感 就是另有 另有 另有迎逢 虽然他是可怜的人 但你在面对这可怜的人的时候 除了你帮助 你表示你的大方 这不是纯粹清净 这里面隐藏另外一个回馈的期待 比如说美名 所以对不同的人 对高的低的 对不同的人 其实当我们有另外借着某一个行为 以获得我们内心所期待的一分 所爱的名誉 肯定之类的 这都可能会是有残取之行 都会有残取 所以他没有辞职 所以我就想说 有一次我在大陆上课的时候 课还没上 那因为讲台上有贴了一个 那个大的石的火 那个在哪里很庄严的那个石雕火 他们把他用成大张的那个 把他当作一个背景 那我在那等时间的时候 我突然有个念头 火就在眼前 我要不要去巴结火 没用啊 火当马哉 你对一个无知的人 你巴结有用吗 他会被你的残取心给模糊掉 对火不需要啊 因为啊 你的心不止他就知道啊 是不是 所以 我面对火当如此 对一切众生也当如此 你不是说我不需要礼貌 不是不需要礼貌喔 礼貌一切行为 我们不是强调那种文质彬彬嘛 对不对 行事要 本质要 借着行事守住的本质 本质的东西透过行事显露出来 就是文质彬彬啊 行事跟外面它是一致的 所以该有的礼节 该有的那个都表达 都是来自你的真诚心所显露出来的 这中间不用禅取 见火鼎礼 除此之外 你不用去畏惧 你不用去淫逢 你不用去欺瞒 不是 就是这样喔 那你说 我尽量掩饰 不让火看到我的缺点 可能吗 不但你现前的缺点 你无量节的缺点 他都跟你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足 但我现前以真实的心来到这个地方 我有怎么样的 我就像月亮里面 阴前缘前你都看得清楚 我不用去盖 所以修道人就会有一种直直之心 这很重要 他的直很直 所以他不是一种任性纵容 不是那种 他还是要直 直胜于文 那就也了 那这个就狂妄了 我们要有直有文 所以说 适当的当然 应该应对进退 这个都要学 老实讲 修行人在很多地方 该应对进退 不但学那个规矩 还要学那个本质 今天我在这里 我寻你这样的理 这样的理是因为这样的道理 我每一个都是 以这样的心 配合这样的行为 我会偷进去的 我不需要残取 为什么 活之道 圣子之道 有心道人 你残取他没用 你直心他反而心上 如果这个人 会被你残取的 他不会跟你拒绝 他不会跟你讲 你不要残取了 大概也不需要这样 他会知道 因为有残取的人 一般是有寡爱的人 他会知道你寡爱 故对他行残取 可是他会心里有数 但他会被受用 主位他也不大清楚 我知道他不受你影响 你即便他 对他再怎么好 他也是 他都好 大家都好 他不会故意秉试你 因为他知道 你是有寡爱众生 所以有方形残取心 可是他不会被你模糊 一个真有道人 他不会在这里 你顺我的心 我就特别优待你 不会 不会有这样的心情 因为他是平等的 他是平等的 所以如果了解这个 修道人就会有一个很单纯 他没有那么多怪 比如说到一个地方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到一个心道的地方 我们会谨慎规矩 不要去扰乱别人 但有没有什么好惶恐 不需要 如果有过失 人家讲 我们就改 没有那个不安 怕人家会有不好印象 不用怕那么多 你就执心 就应对就好了 你在这过程当中 要有不会 你要有个惭愧心 去学习就好了 你不要有额外的怪 就这样而已 没什么好去担心那么多 就学 谦卑的学 就这样而已 你怎么会担心那么多 更不需要去 为了掩饰 或是要顺从自己的欲 做这个禅其心 不需要 你看 禅其淡为其狂 因为他希望 透过某一个 深口意的表达 以便于 让对方 顺于你所期待的企图 那这个就欺狂了 所以你看 主事无奇 但率真 那不是这句话 对 所以修行人 没那么怪 所以我有时候 我们看看大家 这规矩 应该有的端庄 会有 但其实还有修行人的率真 所以有时候出家人在一块 很有趣的 有点像乌龙燕这样 这你们在家不容易看到了 这我们里面的乌龙燕 你们不知道 我们出家人 那个脑筋天马行空的 很单纯的 那个有时候在一起 一笑笑死人来 很好玩 那虽然有时候 你会有点离谱 不过还好啦 小过失不要太计较 这个就因为率真 修行人到老 还是那一份率真 还是那份率真 因为就是直观了 直观了他会 就这样 他也没有特别去掩饰 所以一般来讲 在一群都在用功的 你会加的你比较没有挂 你不要随时要掩饰什么 不需要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这一点 是属于这一部分 应该知道的 路道之人则无事处 事故如等宜当端心 以直指为本 那这个知人他后面有谈 我们看后头就会更清楚了 如等比就当之多益之人 多求利固苦恼欲多 少益之人无求无欲 则无此犯 直耳少益 尚以休息 何况少益能生诸功德 少益之人 则无残取以求人益 亦户不为诸根所牵 从这里来讲少益 因为他你看 所以大家注意看 一个法牵一个法 一个牵一个法 一个牵一个法 多益 算什么 残取 其他的烦恼都还可以连在一块的 善法 法法相应 法法相依 恶法 法法相应 法法相依 互相为因 互相帮助 一法生一法 所以你看多益之人 所以说你一当端心 那端心的时候我们也想端 那端不来 为什么 你如果发觉说我想正直 你为什么正直不来 有恐惧 你一定有恐惧 所以我们怕很多东西得不到 我们有欲 所以我们要残取 借着手段以保佑你的欲望 是这样而已 所以有的人 像我们有时候 当然有时候会有时候过当 就是说 无欲则刚 倒是蛮刚的 你无欲刚是可以刚 但你也要有容来大 像我们有时候 我又没有求你 怕什么 这个倒是还不错 因为他无所求 不过无所求也不需要那么硬 那个刚 无欲则刚 是不被烦恼所屈服的刚 而不是表面那个硬邦邦的刚 不过一般人 为什么挺得直 是因为无欲 所以欲会生残取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直指 你看一个人 为什么能最端正最单纯 是因为什么 他把世间的关爱 越减越少了 本来 我们不是讲 之前有讲 为无豆米则要 为什么 因为那无豆米对你很重要 然后现在呢 如果是饥荒的话 为三豆米则要 到最后我一斗米就折药 但现在不但折药还趴下去 为什么 真的很需要 是不是 为欲望而屈服 好 修道人为什么不会 修道人不以钢墙面慢所屈服 不以种种恶法所屈服 因为少欲知足 所以我没有弱点 我可以牺牲 但绝不是屈服 你对我不好 我可以忍辱 但不是因为我屈服 不一样 我们屈服于权威 屈服于种种不同的东西 是因为你有欲 但修行人的屈服不是 他是修忍辱 他不是屈服 他不是屈服 所以他走到那里 我可以为所有的烦恼 把他吞下来 但绝对不是屈服 是为了修道 所以当他面对该坚定的时候 拿着刀子架在脖子上 随你 你看他平常都不起生气 可是别人是吧 很好欺负 没想到当刀子放在他脖子上 随你 你说谁强 他更勇猛 是不是 所以我们讲 玉女会把人的心智 跟绝招给磨掉 所以我们讲 从一开头就讲 千万不要再蓄积你的拥有的东西 因为蓄积这些外带的东西 是在增长你的欲 你在增长你的欲的时候 会弱化你的意志 因为你 像我们现在修行 有时候提不起了禁 你为什么 你怕这个 怕那个 少了这个会不安 少了那个这个不安 所以你到最后发觉 处处不安 难以顶起来 太多的挂爱 太多的需要 让你的意志 一再一再的薄弱 所以这个是很少 很少人能看清这一点 一般正常现象 越薄弱的人 越福报越少的 求的越多 是不是 因为他不安 可是他错了 所以往往是 越福报不足的越求 福报大的人越舍 为什么 从过去的因 从所施舍出去 养成的那个益手果 从施舍养成的等流果 乐意施舍 当然这中间还有千差万别的因言 不过大体上是都是 所以有的人 那越福报越大 他越能舍 那越不怕 为什么 福报具足 即便生活 很有趣的 这里面还有很多 我看你身上都没钱 你都不担心 嗯 不担心 为什么 就是不担心 那万一呢 嗯 万一 可是我九千九百九十九 都不会 那我万一都是碰到倒霉的人 在万一 他不会万一 我们都很多万一 就像我们那个乐透都会算 中奖 怎么算只有两种 重跟不重 对不对 你就算怎么算 就是重跟不重而已 那那个重奖的有没有算 没有 就是他乐报到了该重 你那个没福报的就怎么算 算好了给别人 他重你没重 你自己算不重 就像有一个也是 他每期都买 都固定号码 结果 有一期 那一期 他没买 别人就拿他的号码 那我就买 结果他中 哦 好凶 你知道吗 不然你也买百合 你如果买我那一期 还只有那一期没买 卖万坛 自由因果 所以你看 很多东西不是你去挂癌的 所以有的人福报文 就算身边没有也不恐惧 不惶恐 为什么 福报支撑着他的心 那我们一般没福报要靠很多东西 再靠也不安 为什么 你也知道啊 你的房子盖太多 再大也会地震啊 对不对 你什么都照顾好 就怕你没命而已啊 是啊 你无法去守一切法嘛 所以你越留恋他 越怪他 他越绑着你 所以啊 千万不要让众多欲柔化了 脆弱了你的道心 对啊 骄人 给我 给你 为什么 不是我要害你 不过 因为这个东西 会容易让我积聚给你 你自己看着用吧 如果你要积 积会积垮你 你懂 不过我们的意思就是 其实不是说 我们要害别人 把东西给人家 不是 其实那是你修你的 每个人在受用的 要各修各的心 但如果发觉像我们来讲 很多东西啊 以其这样一直挂 不如 早点舍 聪明人是这样做的 好 少益之人 无求无欲 折无此犯 子而少益 尚应修习 这个少益 就应该要学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益之过失 才知少益 所以一般众生想要 从多益里面去追求 我常开玩笑 比如说 比尔盖茨 他很有钱 对不对 我们没钱 可是当大家都躺到棺材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偷笑的心情 你比尔盖茨也会倒下 那我这是一种 这个有点 这个怎么讲 这个什么 三葡萄心理吧 不是 不过真的是这样 你比尔盖茨再怎么多有钱 我一辈子都没钱 对不对 可是我该吃的都吃了 那躺下来 嘿嘿 又又怎么样 也是没而已 对不对 也都没了 你再多有钱 你也带不去 你账号里面 再多么零零零零 和我很多蛋零零零 都一样 反正就是这样而已 有什么关系 都零 有些东西 一般人看不懂 看不懂 所以有时候 当我们在羡慕人家 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 我们现在慢慢 有一种心情 我们态度也不大一样 我们要不为了发心 我们不会去想要多 要不是为了大众 为了其他功德 尽量不要多 因为那只会让你苦恼 那为了大众 为了功德 为佛教 那个多 那是因为菩萨道需要的 那如果你是为自己 而在积聚的话 其实那是愚痴行 少益知足 何况少益能生诸功德 少益知人 则无禅取以求人矣 你看 亦不会为亦不互 亦不互 亦互不为诸根所牵 跟前面所讲的 所以一个人 有挂爱 那个就牵住你了 这个有挂爱 就牵住你了 所以你看 你们想一想 你今生 你现前 我常在想 你交代好了没 所以交代好 是平常 就是说交代好 就是说假如我现在走 我们了无瓜 我交代好了 好